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草萝卜皮一定要选用红皮萝卜 可以带一部分萝卜叶 萝卜皮的厚度在5毫米左右 切斜的萝卜皮必须用泡菜水 会调味至盐质2-3个小时 然后捞出用泥鸡干水粉 这样炒出萝卜皮才会有味 炒制的时候全身大火 干海椒花椒敲锅以后 萝卜皮下锅快速翻炒鸡串汁 一锅起锅 切记不要炒太久 而使萝卜皮失去穿意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